因为朝中社在19号是刊发图文指 朝鲜18号进行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旨在回应敌对势力愈发露骨危险的军事威胁行为 并且检验朝鲜核战争遏制力的临战态势 报道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了发射训练 并且提出加速加强发展核战略武装力量的重大人物 报道指出面对敌对势力一年持续不断 更加露骨更趋危险的反朝军事威胁行为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 采取强有力的警告性回应措施 于18号进行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导弹射高6518.2公里 飞行距离1002.3公里 准确落在半岛东部目标水域 为对周边国家的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出席观摩试射 满脸笑容 金正恩指出 这次导弹试射以实际行动 彰显了朝鲜可控的攻击力和绝对的核战争遏制力可信度 向美国及其扑从事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朝方不会对破坏半岛地区和平安全根基的一切军事威胁行为坐视不管 如果敌人继续做出错误选择 朝方将采取更深层更具威胁更强有力的行动予以回应 金正恩观摩发射训练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战略武装力量的任务要求 报道并批评美韩从年初起开展各种军事演习 陈兴家具地区紧张局势大肆炒作侵略性智能后的战争演习计划 美国引进各种核战争装备 把朝鲜半岛地区变成名副其实的美核战略资产增合集合地点 更是在近期将密苏里号核动力潜艇部署在半岛 极端的挑衅行动威胁地区安全环境 美韩近期还召开核磋小组第二次会议进行核战争密谋 渲染朝鲜的政权终结 严重现实迫切要求朝鲜采取升级改变的行动 攻势更强的会议措施 凤合一事 最后报道